今天是11月26日,黑五 Black Friday 通常情况下这一天很多东西都在疯狂的打折 一大早我就去了Costco 现在大家和我一起来看看Costco有一些什么打折的商品 一进门先到了电器部门 这个海信的58寸电视,我觉得应该不叫打折商品 现在是特价539块9毛9,一直到11月29号为止 这个电视比较小,32寸的197块9毛9 画在厨房里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旁边47块9毛9的是架子 这个是充电宝,减15块钱 打折的力度应该是很大的 很多smartphone在减价 比如说这个,这个是Motorola的,现在是349块9毛9 这个是另外一款Motorola的smartphone 现在是149块9毛9 另外还有很多家用的电话 一套4个的5个的,现在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这个是Google Home 我们家也刚刚装了一个 这个应该不算是减价商品,应该算特价商品 在67块9毛9到12月2号 这个是smartwatch 可以监控你的健康情况以及运动情况 现在也正在打折 很多很多家用小电器都在打折 比如说打印机之类的,如果你在家上班 想要更新一下办公室的设备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家用的保安系统,有的在特价,有的在打折 牌子也不一样,对这个我不太懂 如果你家里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还有一些床上用品在打折 比如说这个毯子,不同的尺寸有不同的价格 另外还有这个防羽绒的被子,它减15块钱 所以这个价格是很合适的 一直到11月28号为止 在厨房用具这里,看看这个blender 减价20块钱,价格应该是很合适的 但是它是塑料的,所以我还是没有买 这个是开水壶,减10块钱 现在是34块9毛9 我记得之前我没减价的时候买的,好像也是30多块钱 所以现在东西都贵了很多了 这个是水瓶,里头带着过滤器的两个29块9毛9 这个是一套小可爱的玻璃碗8件,减价5块 这一套瓷具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一共才29块9毛9,有24件 里头有盘子还有碗,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使用 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瓷器,但是家常用用还是很合算的 这个是破壁机,减价的力度非常的大,减120块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考虑入手了 这些是电池,这个电池是相当便宜,工程师一机动入手了200 这个是空气压缩机,工程师说一定有人感兴趣,叫我一定要拍下来 这个是卫生间用的镜子,可以防雾的,减价的幅度也还可以 我注意到这些工具的价格总体来说打折是比较给力的 比如最左边的这个吸水的吸尘器,这个真的是家庭必备了 健身器也在减价,这个就是椭圆机 我家也有一个,冬天的时候出不去房间在家里走一走还是挺合适的 价格是减了200,我觉得挺合适的 这个是电动自行车,1299块,9毛7,工程师说可以买一个 然后夏天每天骑车上班就行了 这个是滑雪手套,减价8块钱,我不会滑雪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质量怎么样 价格还是可以的 注意看上面13块9毛9的那个,这个小玩意儿可以发热,垫在鞋子里 我家有另外一种,冬天出门的时候揣在口袋里,挺好用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吃的,这个是Organic的鸡胸脯,一包减价3块钱 这个是火鸡胸脯,做熟的,可以夹三明治,减价4块钱,现在是14块9毛9 这个是烤牛肉,说的是烤牛肉,但是我理解是我们通常说的炖牛肉 我觉得这个非常合适,买回家以后放在烤箱里放在锅里炖一炖都行 另外自己加点土豆和胡萝卜 这个奶酪减价3块5,我家比较经常买,有时候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就当零食吃 逢年过节做拼盘更是必不可少 这个是瑞士奶酪,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不够老,味道不够浓厚 这个减价3块,到11月28号 这个Poschetto减价3块2,因为快过圣诞节了,所以你如果要给家里准备美食的话 现在可以开始买一点 这个是Battle Cozzon,相当便宜,这么一大盒2.1公斤 买回家吃的时候放在预热好的炉子里烘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是卫生纸,现在减价5块钱 有一段时间特别紧张还买不到,现在倒是挺多的 这个牌子非常好,我喜欢的 厨房纸,现在也减价5块钱 这个牌子应该说是相当不错,不容易被扯断 这个是香肠小面包,孩子们上学可以带着做午餐 家里做早餐也不错,现在减价3块钱 这个是饺子,这么一大袋1.91公斤,鸡肉和菜馅的 现在减价3块5,买一袋回家放着 没时间做饭的时候煎一下或者煮一下都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巴西小奶酪球,烤一下吃,那是相当的好吃 现在减价4块钱 有没有喜欢哈根达斯的 这个季节吃的人可能不太多了 现在也减价 Masarola Cheese 如果家里经常做饭的话还是可以备一块的 现在减价3块钱 这个是Costco自己的牌子,质量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希腊酸奶,3%的,浓度相当高,24盒 1盒才4毛5分8,所以价格还是不错的 到了我们家最喜欢的Creme Cheese,减价2块钱 这个一包里面有3个250克的 这个Creme Cheese可以抹在面包上吃,也可以用来做Cheesecake 用途相当的广 这个是酵牛奶酪,减2块钱 买酵牛奶酪的时候注意看一下 通常我喜欢买这种深蓝色的 还有一种颜色比较浅的 上头写的是light 那个含质量就比较低,没有那么好吃 这个减价3块钱的烟熏过的香肠 我们家有人特别喜欢吃 我站在柜子前面,犹豫半天 我说这个当然是相当好吃 可是很肥,买是不买 有人就回答说你买我就吃 最后我们还是买了 衣服也有很多打折的 鸡汤打折 Costco大部分时候是卖这两种鸡汤 我们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带点暗红色包装的 上头的这个是organic的 我反而觉得有点腥的味道 打折的是我喜欢的这种 当然这个要看个人的口味 Costco打折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理解打折到12月的大家都不用太着急 那些打折到11月28号的 也就是到星期天的 应该都是给这次黑五准备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款 这个虽然没有打折 但是我特别特别推荐的产品 也就是小熊糖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吃到的最好的 有和我一样喜欢小熊糖的 真的可以买一包来试一下 另外Costco最近有优惠 你有可能可以得到25块的优惠券 具体条件和方法 你可以在去到店里的时候和员工查询一下 Costco这个黑五减价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没有把它们一一列出来 如果你看了以后有你感兴趣的 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很多 也只是到这个星期天为止 最后看看我们买了多少东西 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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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